你好, 财经揭露, 喂, 大家好 这部片播出是4月15号的, 喂, 大家好, 星期一 我们就讲一下港股啦, 上午8点钟 喂, 喂, 韩世光, 星期五晚, 华尔街就很热闹 我应该很热闹, 你说京涂海浪就什么都行 首先我们要赞赏一下联储局主席鲍威尔的撤局 每两个月就弹出弹入, 我在Google看他说的东西 2月就说要减息, 是不是? 现在走到这里又说不能减息了 每个联储局官员出来认为现时不急于减息 原因是什么? 出来的数据强, 搞来搞去呢 通胀都下不了2厘, 都是3厘多 其实很怀疑他, 这些通胀他早就知道了 不过就找一些老朋友出来说, 以为有息减啊 那些股票又炒了一阵, 当然有人领了, 有人接货了 现在又好像算不上数了, 开始就不急于减息了 搞到美元就很强, 欧元又跌, 什么外币都跌了 最触目就是这个日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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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 笑笑口的彈出彈入,玩几转就发达了 那星期五晚呢,美股就因为优这个中东局势加剧 美股三个指数都遭受抛10,跌1% 那海志光,你说一点点,优什么中东局势加剧 其实都说了很久的,但是因为美国那边经常都会做一些警告 就说伊朗就来对以色列动手了,因为4月1号,以色列就炸了伊朗驻敌利亚的大使馆 这个是直接侵略别人的国家 伊朗的复仇很多人预计的,但是预计完也没有出手,预计完也没有出手 最近刚刚的新闻都说,就出手了,这个是... 美国那边经常警告,然后拜登又说,你不要出手了,你想过啊,有后果啊 就是说完这些东西啦 那他正在炒热这一件事,就是每一次伊朗不出手呢 又变了,又罵伊朗没有料到,废了这样 但是又...miss了之后又再炒过了,反复 究竟是不是又是赚钱方法呢 那这样,但是伊朗动手呢,我相信是会动手的 嗯...就是你炸完他的领事馆,他会动手 不过他准备多些才出手都可以的嘛 现在都是未够两个星期的嘛 刚刚两个星期啦,刚刚两个星期啦 4月1号现在15了,复遍出街的时候 是...是...那我们万人期待的... 就是美股啦,现在在家里面 就是...无数人说港股啊,不要买啊,不行的 那就买美股啦,那就过债美股啦 加上我那些股票经纪都这么跟我说啦 我那些股票经纪的老板都这么跟我说啦 就是买什么美股啊,江生 不是,买什么港股啊,江生 买美股啦,这个原因是...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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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如果大截肯定不是这个数字,但是有点很有趣,何智光 麻烦你拿黄金和油股那张图出来,紧张局势的时候 黄金星期五晚是去过2431的,2431的急升 我记得急升两个几%,收市是5344美元 就是说由顶算起跌了100美元,也是有大成交的 有也是,有就更币,有的OIH是转油台的ETF 上游业务BETF 你见到他其实上个星期头就开始跌下来的了 那明天五晚也是大成交向下 那这些是不是趁这个打仗的消息出货呢? 大家就要小心了,我们看黄金是三顶研破是上千向上 跌过2400多,就算下来2200也不是什么的,都很健康的调整 你说美国佬要玩东西要按黄金,那下来1900多 我自己个人都接受到,这些调整 所以虽然是长线上,但是短期波幅呢,如果共当太大 或者是那些钱是要用的话呢,其实都会事而算的 所以位置好就最好了,要计数就要计数的了 至于这个尖2400多元美金,是不是今次的中期顶呢 就要看久了才知道,但是就一定要有个拯极性 因为这些随时要认识大家,真的要计算 那我们看回来香港这边,何志光,那恒新指数 那这两天跌得比较空一点,恒新指数 那你见到我画过图,就写了近期的重要位置 首先就要看空也好,就是还在上升轨上面 那支持位是万六点前后,OK? 那所以就算他下那一笔下来万六点,其实也不是什么 那加上有个椭圆圈圈圈那堆呢,也是支持位来的 那所以就飞下来一万六千二八,又不是什么 不是OK的,那我们看这个港股表现了 那下面就牛红症,不知道为什么星期五那天呢 就跌三百几点,就很多人走进来,骂这个牛症啊 那所以变成,现在你见到最大坨那里一万六千三百的位置呢 所以这个位置,人家只跌了几百点,一年期没了 那大家拭目以待,看看他下不下 那但是星期五来说,都算是少少硬正的港股 不过有一堆呢,就比较做得差一点 那你看回那些银行股啊,那些石油股啊,那些很少 1%那样,跌多的那些比较剪了出来 还是麻烦你这个表出来 是长和,新世界那些 嗯,长和,跌1%1.5%就不是真的多 不过三年低位 新世界跌4%就是三年低位 梦偶,一个月低位跌了5% 领展又三年低位跌3.44% 就是这个商场,香港的商场真的弱,真的没爆发 那我留意呢,就不知为什么苹果呢 就是贴住了这个低位啊,真的很低啊 七年低,八年低位那些,那就跌5.7% 不知道什么原因啊,人寿也是 人寿一个月低位,就是贴住很低啊,跌4% 友邦就无端端跌5.8% 創了三年低位啊,韩志光 哇,不知为什么啊,真的拗了头 那全部保险公司都是,就是不是这样说 我没看完所有的保险公司 就是我们知道大型的保险公司都是这样的情况 美国那些是OK的,没有审视的 那个测试呢,没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香港这边的保险公司 就是有些不是很废路啊,那我们看看这个1299 友邦幅度,是吧 那之前我们说过呢,就是 友邦不要跌到60元那些,那些多年的支持委 就是大家,就真是很无情地跌穿了啦 甚至跌到去48.6,即是50元都顶不了啊 你打开上面看,三年的低位 但是跌完市盈率都是18.9有,都是天高的 那整个发生什么事呢,那我这个闻了什么风呢 最顶多外面的人说ICAC 查某些的,好像是友邦 友邦的那些职员呢,有没有违规 买卖这个国内同胞的那些 那些的问题啦,但是我觉得 如果是这些的问题,就不应该这么大件的啊 而且,这个友邦帮他2013年 那时候有90元的时候,一直跌到现在 你看到我那条橙色的线,一直在那里跌 那已经跌剩了五成的啊,已经跌了半的啊 那最终的结果,究竟是什么狐狼卖什么药呢 那大家拭目以待啦 我在这里作模维,作这个模维的检查啦 我啊,照途讲途啊,真的啊 那第二个我们在讲的平保啊 你看到真的好鬼,这些百年低位 穿下去就百年低位啊,大哥,平保啊 那你看看这些数据来说,平保 市场价格只有五点,啊,息率有成八点多 还有多少数据呢,可能大家要这么想啦 那但是,这个价格真的,我询过这些息率啊 和盈利都是很稳定的,平保啊 即是要按几元都做到的 那即是说,如果没有什么基本因素的变化的话 那其实这只股票这个环境就很划算了 真的如果有其他因素,我们不知道的 那那看下它什么理由啊 如果真的刺穿了它底的,一定是有些理由啊 究竟是什么呢?到时大家就要细心的分析 胆大心小,才确定买不买 数字来说很吸引 何志光,来到这里有什么想要补充? 时间都差不多了,大家也要小心点 没投资,你见人纯粹出水 好,就这样,拜拜